大家好,我是三年二班,45號期間 我將跟大家介紹的是Micro-learning and Mobile-learning Micro-learning為學習 是指我們將所學習的內容壓縮成小部分 像是我們一堂課50分鐘時間 我們可以用5分鐘來作為更有效率的學習 而Mobile-learning行蹤學習 是指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學習 像是在公車上使用的雜誌來增廣姿勢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稱作Mobile-learning 而現在人做為Mobile-learning最適當的方法 而是使用App 以下是我所為大家介紹的App 這是我剛才介紹的第一個App 它叫Moistube,然後可以隨便點進去看看 它下面會有字幕,然後上面是它的影片 然後它這裡也可以做字幕同步的步驟 它下面有格子 然後它你想聽單據同步的話就可以按下去 它就會一直Repeat這一支 好,小小暫停 然後它這裡也有 字集放大 字集放大 就是 可能 父母會很需要這種東西 放大人的縮小 放大人的縮小 然後影片也可以重複 這一件是重複 然後還有中音的 就是它下面字幕的部分會變得只有英文 或者是你想要兩個都可以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要介紹的第二個App是 TED 然後它下面一樣會有很多的影片 然後這有專題的 然後演講也有分類 分照字母排列 然後也有主題式的 然後我的演講就是你下載過的影片之類的 然後我們可以點進去看 那不然下面會有 對於演講者的一些介紹 然後觀看下一個就很方便 然後有相關的東西 進來之後 它下面 這個部分 上面這裡 會有字幕的選擇 就是 對我們需要反體中文 然後上面的地方 也有 上面這裡可以做 書籤就是可以做紀錄 然後有分享 可以分享到各個你需要的地方 然後 最重要是 右上角的部分 可以下載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第三個要介紹的App是 Blitzboard 這是比較像一個雜誌種籍的App 就是它有很多的雜誌 然後我們也可以翻上下頁 就是它這是它首頁的地方 然後上頭的 上頭的 上頭第二個 是類別 第三個是搜尋 最後一個是 就是你曾經分享過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自己 自己搜尋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翻到首頁 下方 就可以直接分享多點多 在右下角的部分 然後又加就是 可以加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大概這個就這樣子 然後我第四個要介紹的是 Audio and Video 這個 就是一樣它有很多個 很想要看的東西 然後 編選這裡 它可以做下載 然後會跟你講說 它的容量有多大 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 一手就會爆表 然後 左上角這個 這個鉛筆的形狀是編輯 好了 這個很夠 然後這裡是 對討人宴的 需要錢的地方 所以 這個很簡單 就這樣子 第五個是搜尋 就是它可以做練習 然後考試 還有 最下面的就是 付費專區 就是令人討人宴的地方 所以 好像練習裡面也有分 這個初級 中級和高級 所以可以進去看 會有一些 看起來 有這種 學習 練習題 可以做一選擇 好了 就按 Check 我跟你講都很錯 是一個 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的軟體 是一個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的軟體 是一個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的軟體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APP是 是 右下角的多靈哥 它是一個 毛童鷹形狀的 然後它會問你 是不是出選擇 嗯 我是出選擇 然後也是一個 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的 一個 分單元系列 開啟 找影片 選擇女孩 嗯 Girl 打開會跟講是非對錯 然後後面的地方也有 像是翻譯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操作看看囉 以上是我所介紹的APP 希望大家可以善加利用 找到自己最適合的 學習方法 Metaline以後 在行動中學習 要學習 容顧指定 謝謝大家